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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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点儿龙有我心欢喜 你往下一轮 好蜜蜜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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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放开眼了 我这先弄死开张以来 你是第一个 输得光定 拿什么和我赌 得了 得了吧 别走啊 李老婆 你是你们于家兄弟里边 最失聪的 就从这我跟我大哥 给你一个翻本的机会 我去 你快拉着石板 还能炸肚油来 听我说嘛 那个 不过呢 你得拿出来 能压到桌面上的毒板 这是没人跟你 做干锅捞面的买 对吧 你琢磨琢磨你还能 压什么呀 你说 知道我有 你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呢吗 就赌一把 如果赢了 房子 地 钱 抬着你了 赌 赌啥都行 这赌 赌老 老婆孩子 我就知道 你就是个直呼的猪头 另冲大脸盘 把钱 拿走 快来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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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乌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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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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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散了 散了 四点啊 五点 赌呀 千牌 别走 别下来 日孙 余老王 你这是个冲火上 你为什么不把自己输出去啊 你为什么不把瑜伽辞到输出去 你为什么不把小学家给输出去 我师父孙下嫁到你们瑜伽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你把我像一个武家一样的输了出去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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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你还是不是个爷们 一娘 有人来了 有了 好 商量好了吗 我是来接人的 十全战树打根深 老哥哥德高王州 我潘家就是有吞天的胆子 也不敢在您老的无言下撒野 这次去啊 是余老爸七首血大 没人抢过他 我想 您不会仗着十全那有几百条枪 而做出迎而无讯的事了 我稍微女人想的人 女人 女人 命定不得 命定不得 再放 你咋啥呀 你把刀骨放下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把我们俩输出去 就是没叫我们俩死 放开 你别过来 让我死 让我死 放开我 让我 让我 还有商量吗 十全债 可以卖房卖地 不能卖而卖你 出个价 自己我收回 老哥哥 潘家不差这几个散碎银子 当然了 如果余家真有诚意的话 说 既然老哥哥发话 那我有话就直说 潘家老太爷留下一讯 后辈子孙不敢忘记祖宗的交代 如果老哥哥不肯教人 倒是也可以 那就把潘家的那块祖地 还给潘家 潘老大 你知道那块地葬的是谁 那是十全债的祖宗神灵 想收回去 你先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分量 老哥哥 潘家向来讲究以诚修身 以信力士 如果肯当众不讲信用的话 我这场次举 就可以当做一张废致 慢着 救命啊 放开我 放开我 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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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灿灿救救我 救救我 灿灿救救我 灿灿 灿灿救救我 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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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多都不是一辈子就忘了 居住啊 居住啊 居住 居住啊 居老爸 你活的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等等 老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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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句话 你一句话就能救我的 我知道你一定会救我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一定会救我的 孩子 居家对不住你 老祖宗对不住你 一定会救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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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凤 采凤 别忘了 别忘了 瑜伽女人的规矩 别忘了 赶紧啊 走 走 来呀 开瓷台 没有 沈凌 Lindsay能よ 赶紧去 踊了 哪里 来龙万に 我不敢说了老婆和孩子啊 列祖 列祖 不孝子孙殿巫祖宗 必须共同告庙出族 以权清白加封 大不孝者 出 为妖灵者 出 为妖灵者 出 好 来来来来 本眠集齐了江南江北八大民族 积食一道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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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快停一下 快走走啊 快停一下 快走走 大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干嘛有事我 太谢谢你了 该药不是你 没事 吓着了吧 吓回小心点 别乱跑了 走 快点啊 走 开网吧 大姐 你叫啥名字 做什么事了 我看 看得我这马金了 先快要一个大姐帮了我 人呢 她走了 没问哪个村啊 叫啥名 我问了 她没说 于三亿 是葛条狗 葛家的女儿 谁 葛大宁 大人啊 爹 你看你咋才来呀 这许跟得都等极了你说 等着去呗 这 你这是咋了你是 你跟土地爷打架了 你不知道今天是来谈你成亲的事啊 你说你这个样子 你咋见人呢 谁要成亲啊 是你逼我来的 那我回去了 站住 你可真是 往这儿打 你这个降虑啊 快进去吧 行 快 我去吧 举根子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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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侄子 干啥 她没见过土地奶奶啊 大侄子 你看她来得冲了 一不小心呢 就摔了一跤 你看这 你可千万别见怪呀 没事 没事 葛叔 没事 挺好 妹子 坐吧 我坐了 我来就想告诉你一声 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不光是你 反正我葛大妮呢 这辈子不嫁人了 不好意思啊 让你白等了 吃吃吃 喝 大妮 大妮 大侄子 你看 她 她就这脾气 这样 你先在这儿等着 我就把她叫回来啊 哥叔 哥叔 坐坐坐坐 咱们两个人 就把成亲的时间给定一下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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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是石泉寨的人 死是石泉寨的鬼呀 我是瑜伽的人啊 来人 把她赶出石泉寨 老童童 老童童 救救救救你啦 我不想让孤魂烟灰 等等 老童童 他会召唤 不说到了 我兴权 那你会让我进去 快死了 我说了 他们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用说那么明吗 七叔 你是真想把我 闭嘴 你凶什么不行 把自己老婆孩子收出去 翔哥 我守备 守备是吗 雨老婆 你把自己命收了可以 你不能说瑜伽的女人跟孩子 这是头一回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把你其他的手指头都给你堕牢 老婆 把人带走 找个老公 舅奶奶 孙儿这么处置 您觉得还行 对了 老祖子 忘了跟您言语一下了 她叫明月 是我刚娶回的二房媳妇 明月 见过九奶奶 明月见过九奶奶 九奶奶 这儿不是行李的地方 回头 我带着她给您请安 你的心是铁板做的 怎么这么硬呢 硬生生脱下来 你得手指头 她可是你的亲兄弟 正因为她是我亲兄弟 我才给她这次机会呢 你是不知道 在于家 没有比竹竹磁堂 更重的惩罚了 就老爸那样呢 她要是离开石川寨 她连狗她都不是 我娘 余婆婆 在临终的时候 嘱咐过我 让我照顾好她 我没当好这哥 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 你们说这潘老大 到底是什么人 满安多山有三个村子 东莲池 西莲池 还有石泉寨 它是西莲池的最大户 也是宝场 是想踩着石泉寨 灯天的中 莲花 当家的 你 你看我光顾着忙 老爸的事儿了 我都忘了给你们介绍了 莲花 她叫明月 以后就是你妹子了 月儿 这是你莲花姐 叫姐 姐 月儿 真漂亮 当家的 我要带月儿妹子 到解女堂上香 你瞧我这迹象 我这就是让老爸给气糊涂了 月儿 你跟着那位姐 去解女堂上香吧 解女堂 什么解女堂啊 嫁进瑜伽的女人 无论尊卑 都要到解女堂上香 烧过女人香 才是真正的瑜伽女人 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瑜伽的女人 真正的姐女 石奶奶 被外乡来的土匪葬了身子 一头撞死在柱子上了 还有大娘 跟着大伯在北京做生意 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 被外国人玷污了 自己另一把刀抹了脖子 十九婶 二嫂子七姐 有一年土匪打进了十全寨 糟蹋了不少女人 可是被糟蹋过的女人 没有一个苟祸全自杀了 月儿 瑜伽的女人 绝对不能失劫 这是规矩 谁也改变不了的规矩 老祖宗大 你也改变了 你也改变了 你改变了 你说瑜伽这口气 也就怎么忍了 咱不忍都怎么着啊 人是瑜伽八输了 愿赌服输 对不对 咱们上门要人也是理所应当 是不过可惜了那块风水宝地 这瑜伽可真是宁输人也不输地啊 老秦 于老三可是上度木桥耍后期 不要命的辱 咱们去瑜伽强人 那等于打了瑜伽的脸 瑜伽龙要是回来 他不会啥妈敢秀的 大哥 你怎么岁数越大胆越小啊 兵来将党水来土岩 想当年他们瑜伽 抢我们潘家地的时候 咱们两家早就势头水火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轮也轮到该他瑜伽倒霉了吧 家过姐女印 你就是瑜伽的女人了 忍着点 过两天就好了 谢谢姐姐 姐姐 那位老祖宗 究竟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你们都像供神一样 供着她呢 她是大清朝一位王爷的女儿 正宗的亲王格格 当时她看上了在王府 当护卫的九爷爷 硬是跟着九爷爷私奔 来到了馒头山 想不到她还是个烈女子 是啊 其实十全寨能有今天的光景 全是靠着九爷爷和九奶奶 拼杀出来的 九奶奶 就像是十全寨的一座神 得罪谁 都不能得罪她老人家 谢谢姐姐教导 不说九奶奶了 说说你吧 说说你和当家的 是怎么认识的 我爹是北伐军的团长 龙哥是他手下的侦察牌长 我在汉口上大学的时候 我爹死在了东征的战场上 我后娘便着发地把我卖到吉原 得了一笔抽钱和别的男人跑 是龙哥 把我从火坑里输出来的 你当过姚姐 我只做个三个月名义上的姚姐 没有人粘过我的身子 月儿 这话你跟我说就好了 千万别对旁人讲 免得给自己 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你要知道做女人难 做瑜伽的女人更难 嗯 还是我们潘家好吧 那小崽子长得一点都不像她爹 把她弄出去 干什么 放开她 你们干什么 放开她 放开她 潘老师 你想干什么 杀命魂 女儿 是你自个儿拖呀 还是爷爷给你拖 潘老师 你要是再半魂的话 我三哥知道了 会霸了你的皮 你 拿余老三吓唬我 我告诉你 如果现在余老三在这儿 我就连她带你一块儿砸了 放开 余老八把你当过环境 输给老子吧 你还想为余家孝天姐 喂 اخ子 放哪儿 问对方 那儿跑 老刑 我盛事余家的人 苏夜余家的鬼 我求求你 你放开我吧 好啦 你进了我们潘家的门 就得坐我们潘家的人 潘家的女人 躁开 走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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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啊 啥呢 在这儿呢 大金 大金 大金啊 老许家的彩礼送来了 三十斤米 二十斤面 还有五十斤肤子 你快下来 回去收拾收拾 后天就过门了 我不去 你不去 这可是当年 你爹和许根的他爹 只赴为婚定下的亲事 你咋能说不嫁就不嫁呢 谁定下谁嫁 反正我不嫁 那 那你还想赖在娘家 当一辈子老姑娘啊 那赖着咋啦 我白吃白喝了呀 你 你这孩子 你是不是 还想着那个家伙呢 我告诉你 你就死了心吧 那个混蛋哪 他是咱们老葛家的仇人 你这是干啥呀你 我知道我说这些事你就不愿意听 你不愿意听我也得说 你惦记他 他惦记你了吗 我听说那个混蛋哪 他早就成亲了 娶的是东莲池高县长的女儿 听说又带回一个小老婆 你少说两句能成眼吧呀 爹这不是为你好吗 你说 你都二十好几了 这年龄大了咱不说 你还 你还养个野种 那许跟着他肯娶你 这已经不错 谁野种啊 你说谁野种 你这是干啥你 那你还没出阁呢 那就养个孩子 那不是野种是啥呀 你才是野种呢 你怎么跟爹说话 我就这么说话 你 以后我就是你爷们 你就是我混蛋了 那陈文青才算爷们呢 跟我回家提亲吧 尊严就是一副条子 我得挑着你一辈子 你不能嫁给他 你不能嫁给他 为啥呀 你 你说啥 我后悔了 往后边来找我了 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了 你哪里别要去 要么你就杀了我 要么你就离开这儿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放手 不不 你 你 你这虎 哲娃 快过来 娘 花 乖啊 来 花给我 给这个磕头 好 起来吧 哥 不管你跟他爹有多大的仇 蛇娃毕竟是孩子 你要保佑他好好地活着 长大成人 每次在这儿谢你了 这事怪不着石彩峰 他做一天瑜伽的女人 这辈子他都是瑜伽的女人 老爸已经把人输出去了 那还能抢回来啊 咱们石全寨什么时候做过这种 言而无信的事情 那是八哥自己把嫂子输出去的 咱们没有理由去抢啊 对不对 屁话 这事能算完吗 瑜伽的脸不是屁股蛋子 老瑜伽的脸早就是屁股蛋子了 我早就说过 咱们瑜伽就是不能姑息这种 吃啥啥不胜 干啥啥不行 只知道败坏家风的人 记住啊 别说老爸是我兄弟 那就是条狗 他也是瑜伽的狗 这人 我就定了 快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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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位是管事的 听说 这仙人洞是独有的神堂 不知道 有没有小女子一把椅子 仙人洞打开山门做生意 四海之内接兄弟 哪儿来的人呢 没见过 生命狂 手稳住 一个时针 十几个兄弟前上的荧光了 快点 这什么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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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擦了这 我到里面抽啊 我到里面抽啊 我到里面抽 果然是仙女相反哪 一见美女就云年红生 那又不输的道理 姑娘好手气啊 你 您 您坐 您坐 这位先生您过奖了 是各位成长了 我来请教一把 请 什么 不嫁 聘礼都收了 您告诉我不嫁 大侄子 你别急 坐下 大侄子 你听我跟你说啊 这大侄啊 她是头将女 你说我说啥她都不听 我也将不过她呀 再说了 你说这大侄 她有啥好的呀 年纪轻轻的 就带个孩子 丢人败幸不说 她还 可叔 要不我把你头两年干的事 报关去 要不我直接告诉余老三 大侄子 可叔 杀人害命 是掉脑袋的事 余老三现在还在追查呢 大侄子 你看在我和你爹 烧过一炷香的份上 你就手下留情吧 老泰山 回去告诉大妮妹子 退亲的事我不同意 好 咱们两家不是亲家 就是仇家 不送了 你小啊这 你小啊这 你看看大哥的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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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墙中自有墙中手 一山更比一山高 小女子气不如人了 等着了 能否再请教您一把呢 姑娘的钱都输光了 难道想啊 空手逃白狼啊 太厉害了 没钱了 没钱了 你没有钱 不是还有人的吗 您看 我值不值一把牌呢 不 能快赌 吃 姑娘的赌注太大了 不知道 我应该下多少钱呢 小女子对钱没有兴趣 只想和先生赌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先生别紧张了 不是啥值钱的东西 小女子只是喜欢猎奇而已 姑娘 还是说清楚的为好 一样重不过三千 大不过一尺的东西 先生若是输了 就将东西给我 先生若是赢了 我便是您的盘中餐 真上荣 谁摆了 当然 您若是不愿意的话 天下的赌场又不止这一个 我也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回家 我赌了 请 好 好 不如咱们来个干脆的 一翻两瞪眼 单计双出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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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尊盈利是吧 至尊盈利是吧 是余家派来的 余家派来的 余家派来的 大哥他怎么能是余家派来的 仙术后应 仙佩后传 他赌来赌去 他赌的就是最后这一把 不是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大哥 中不过三千 大不过一尺 他赢的应该是余老爸 他那个字去 姑娘 我说得没错吧 潘老大那就是潘老大 那余老爸能不在你手里的吗 余老三 潘老大呀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刚娶回来的二房媳妇 怎么样 够劲吗 你既然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了 就请拿出来吧 余老三哪余老三 你弄个娘们儿来给你出头 你们遇到的男的那都死绝乎了 你还舔脸说呢 你让一小丫头给赢了怎么的 心里添堵啊 有种枪上尽输药 不是 怪我了 我刚才疏忽了 介绍得不够全面 这丫头呢 自打五岁 就跟他爹学枪 就你那阿猫阿狗的玩意儿 你给他提鞋 那都不一定跟得上交啊 愿赌服输 是咱赌场的规矩 潘老大 这可是你自己说出的话 因为到西南市 去接人吧 我先谢谢你 走了 走 安哥 老八媳妇被潘老去砸名活了 老虎 你要是耳朵进水听错了话 也是我饶不了你 是盼老西首先自个儿说的 这还能有假 老八媳妇死了 没错 啥 行 好 咱俩 没有 三哥 听说 你让潘老七砸了瓶火了 真的还假的 我不是自愿的 我是被逼的 三哥 瑜伽的规矩你自然不会不知道 你是经过监女堂的人 不管是被逼的还是自愿的 做了不该做的事 那就只能当不该当的人 三哥 别叫我三哥 三哥 你别这样 我不想留在叛家 你带我回瑜伽吧 我是瑜伽的女人 你不是瑜伽的女人 瑜伽没有过你这样的女人 我是瑜伽的女人 我是 那你为什么还活着 彩芳啊 你要是死了 那就置起 瑜伽不但会把你风光大葬 还会在解女堂 给你找个好位置 可是你选错了路 做错了人了 你混蛋 岳老三 你太欺负人了 你都是我选的吗 你们瑜伽的男人做错了事情 要我 із一个女人来说 为什么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